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立榮德老師 最近有個小朋友跟我說 他們公司準備要開展996工作制 就是早上9點工作到晚上9點 每週工作6天 當然老闆會付給他們一定的加班費 他想問我那加這個班到底合算還是不合算呢 今天我們來討論一下這個問題 為了研究這個問題 我們首先從一個經濟學概念 機會成本說起 什麼叫機會成本呢 就是我們要想獲得某一種收益 獲得A 那麼此時我們就沒有辦法做另外一件事了 我們就必須要放棄B 那在這種情況下 這個B就稱之為A的機會成本 反過來說 如果我們選擇去做B的話 那你就會放棄A 所以A也是B的機會成本 我們舉個例子 孟子曾經跟我們說 魚與熊掌不可兼得 對吧 所以我們就以魚和熊掌為例 說孟子喜歡吃魚 那也喜歡吃熊掌 但是他的資源是有限的 比如說他一天的時間是有限的 他不可能既去打魚又去打熊掌 對吧 或者說他的資源是有限的 他這個木頭可以用來做捕魚的叉子 也可以用來做捕熊的陷阱 那只能做其中一部分 所以魚與熊掌是不可兼得的 這實際上體現的是一種資源的稀缺性 比如說這個孟子如果每天都去打魚的話 那他可以打600條魚 那此時他就一個熊掌都沒有了 對吧 當然他也可以少打點魚 他打出一個熊掌來 但是如果打一個熊掌的話 他的魚就會少一些 比如說他這樣來只有500個魚了 也就是說他可以獲得500個魚和一個熊掌 如果他想打兩個熊掌 那他的魚就自然更少一點 他可能只能獲得300條魚了 如果他想打三個熊掌的話 那麼他就一條魚都打不到了 好 這就是魚和熊掌的一種關係 如果孟子只打魚的話 他可以打600條 如果只用來獲得熊掌的話可以獲得三個 所以三個熊掌就是600個魚的機會成本 反過來說600個魚也是三個熊掌的機會成本 好 我們可以把這個東西畫在一張圖上 畫在一張圖上 橫坐標我們就管它叫熊掌 熊掌的個數 縱坐標就是魚的條數 熊掌可以是0個 1個 2個 3個 魚可以是100 200 300 400 500 600 600 600 500 400 300 200 100 所以我們把數據畫上去 如果你全能來打魚的話是600條 此時熊掌是0 這裏有一個點 對吧 如果有一個熊掌的話 那魚就是500條 在這裏有一個點 如果是兩個熊掌 魚就是300條 這裏有一個點 三個熊掌就沒有魚 然後我們把它畫在一張曲線上 畫在一個曲線上 這樣一來 大家看 在這個曲線上邊緣任何一個點 孟子都可以做到的 就是孟子既可以只打一個熊掌和500條魚 他也可以要兩個熊掌和300條魚 他甚至可以要1.5個熊掌 如果熊掌是可分割的話 那麼這個曲線我們就稱之為什麽呢 我們就稱之為生產可能曲線 生產可能曲線 是在現實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個曲線 就是你的資源是有限的 在有限的資源下你不可能全都要 對吧 我全都要這是不行的 所以只能是一個產品多一些 另外一個產品少一些 當然你也可以在生產可能曲線以下 比如說你出於這個點 那也是可以的 你打一個熊掌 你打300條魚 這也是可以的 對吧 但是這是無效率的 有效率的就是在這個邊緣上 那麽在這個生產可能曲線的外側你是做不到的 比如說我現在要兩個熊掌和5條魚 這個你做不到 為什麽做不到 因為資源是有限的 對吧 好 這個就是機會成本的意思 那我們繼續往下 這個機會成本在現實生活中有哪些例子呢 我們來舉幾個例子 生活的實力 比如說有一些人他們是農民 那麽農民可以獲得什麽收益呢 比如說農民可以種地 對吧 農民種地可以獲得收益 那麽如果他們種地的話 他們就不可能到城裏去打工 對不對 所以他們的機會成本就是打工的收益 打工的收益 我們看一下 如果在某一段時間經濟情勢比較好 打工的收入高 這叫什麽 這叫種地的機會成本就高 對不對 打工的收入高叫種地的機會成本高 所以說種地就不合算 那麽農民基本就不種地 他們到城裏去打工 對不對 那麽假如說有一段時間經濟不景氣 你打工賺不到什麽錢 這叫種地的機會成本低 那種地的機會成本低 咱們就種地嘛 對不對 所以很多農民就會回到家鄉去種地 就是這麽一個道理 再比如說 我們再舉個例子 比如說學生 學生可以幹什麽呢 學生可以讀書 對吧 考研 考研其實對學生來講是一種收益 對不對 那麽如果他要考研了 他可能就要放棄工作 工作他也可以獲得收益 現在的問題來了 到底要不要考研 這就要考慮他的機會成本 考研的機會成本是誰 是工作 對不對 所以如果工作形勢好 那麽你的工資比較高 考研的人就少 爲什麽呢 因爲考研的機會成本就高了 如果經濟程式不好 找工作也掙不了多少錢 這個時候考研的機會成本就低 所以很多人就會考研 就是這樣一個形勢 再比如說 我們再來說壹下工人 工人也好 或者說是這個白領也好 他們可以選擇加班 那加班他就會獲得加班費 對吧 就會有收益 但是同時他也要付出壹些機會成本 你加了班你就沒有時間去休息了 對不對 所以休息其實就是它的機會成本 我們知道休息其實也是對人來講是有收益的 你要不休息 你還可以到健身房去健身 對吧 舞蹈浴加游泳健身 對吧 你健身身體好了以後你不得病了 對吧 少花壹些錢 這也是你的收益 再比如說你還可以利用時間來讀書 使自己獲得身心的愉悅 有些人可能還要利用時間去談戀愛 對不對 所以當你加班的時候 那麼你這些東西可能就需要放棄了 所以這些就是你加班的機會成本 那麼至於說你該不該加班 如果你看你這些東西它的收益高不高 比如說有一個人生病了 他就急需休息 休息對他來講收益是非常高的 這個時候加班的機會成本很高 他就不應該加班 再比如說有人在戀愛了 對吧 他需要利用自己的時間去談戀愛 那這個時候他機會成本加班的機會成本就非常高 他也就不應該加班 對吧 那如果這個人既不休息也不健身 又不讀書還不戀愛 那這個人的機會成本就很低 所以他就應該加班 對吧 有這麼一個道理 好 從這個例子上來看 其實機會成本很多時候是跟時間相關的 所以我們再來重點討論一下時間成本 其實時間成本也是機會成本的一種 而時間成本的每一個人來講是不一樣的 這種不一樣最典型的就是富人和窮人的不同 比如說一個窮人 窮人 這個窮人他工作一小時 他可以掙多少錢呢 比如他可以掙十元錢 比如他是一個這個快遞員 或者是一個包裝工 或者是一個什麼其他的工人 那麼這個窮人他每工作一小時可以掙十塊錢 對吧 也就是說他一小時的時間成本是十元 但是對於富人來講這就不一樣了 比如這個人他是馬雲馬化腾之類的富人 富人他一小時可以賺多少錢呢 比如他可以賺一萬元錢 他如果不工作一小時他就要少賺一萬塊錢 這就是富人的時間成本 在這種情況下 窮人和富人對待時間的管理就不一樣 體現在方方面面舉個例子 比如說戀愛 在談戀愛的時候 如果是一個窮人去談戀愛的話 他願意付出很多的時間 因為他的時間是不值錢的 對不對 相反你要讓他買一個東西他不願意買 所以窮人是願意花時間不願意花錢 反過來說看富人 這個富人跟你談戀愛的時候 動不動給你買個包 LV的 什麼愛馬仕的 是吧 但是他不願意花幾天的時間來陪你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時間更加值錢 他給你買一個包可能只值一個小時的錢 對吧 他要陪你一天的話 他損失了十來萬 二十來萬 這都有可能 所以戀愛的時候可能會出現這種情況 看一個人喜不喜歡你 你要看窮人是不願意給你花錢 富人願不願意給你花時間 這就是喜不喜歡你的標誌 是吧 好 除了戀愛以外 還有就是生孩子 我們有沒有發現這樣的現象 就是說其實窮人更喜歡生孩子 富人反而不喜歡生孩子 為什麼呢 因為窮人他時間成本比較低 生孩子雖然有一定的經濟成本 但主要是時間成本 你得陪著孩子 對吧 你得給孩子衣食住行 各方面的照顧 窮人時間成本低 所以他多生一個 其實也無所謂 對吧 但是富人來講他時間比較貴 於是他生一個孩子就已經折騰得很夠嗆了 就不願意生第二個 因此現在國家放開二胎了 反而這個富人生孩子的這個願望還不是那麼高漲 好 這些就說明了時間成本每個人是不一樣的 那也許同學還會說 你跟我說了半天這件事 你還是沒有告訴我應不應該加班呢 咱們繼續來討論這個問題 要想分析清楚應不應該加班 我們得從成本收益去進行分析 剛才我們已經說了 做什麼事都是有成本的 比如說加班它就是有時間成本的 對吧 我們來分析什麼呢 首先我們先來分析一個叫做邊際成本的東西 邊際成本 什麼叫邊際成本呢 我們來看這個熊掌和魚的問題 孟子最開始沒有熊掌 然後他想獲得一個熊掌 獲得一個熊掌的時候 他的魚就會有損失 損失多少 損失100條 對不對 所以我們說第一個熊掌的邊際成本是100條魚 然後我們在這裏寫出來 一熊他的邊際成本是多少呢 是100條魚 好 那如果孟子說了 我不想要一個熊掌 我想要兩個熊掌怎麼辦 他就得再加一個熊掌 再加一個熊掌 他的魚會少多少條 500變300 會少200條 對吧 所以二熊他的機會成本就是200條魚了 我們再來看 如果孟子說了 我還再要一個熊掌 二變三了 此時他的魚又少了300 對吧 所以三個熊 第三個熊掌 他的機會成本就是300條魚 你發現了嗎 每次我都是多要一個熊掌 但是我付出的魚代價卻不一樣 隨著我熊掌越來越多 這個付出的成本會越來越多 這個現象我們就稱之為邊際成本遞增 這是在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個現象 邊際成本遞增 有人可能會感覺很奇怪 你看都是多打了一個熊掌 為什麼你所付出的魚就越來越多了呢 這個事其實是很合理的 比如說我們在一個森林裡邊去打熊 你最開始打的那個熊肯定是最傻的 那個熊非常非常傻 所以你很容易把他打到了 你只要付出100條魚的成本 對吧 但是你要打第二個熊的時候 這第二個熊可就比較聰明了 你打起來就不是那麼容易了 第三個熊他不光聰明 而且還強壯 對吧 跟你鬥著鬥有 沒準最後把你打死了 所以你想把所有的熊途打盡 其實是難度越來越大的 這就是邊際成本遞增 在生活中這種例子也非常非常多 你比如說吧 快遞員 一個快遞員 如果你說我一個月我想掙1萬塊錢 可能不是那麼難 我每天工作10個小時 我就掙了這1萬塊錢了 你說我要掙1萬5 你可能每天就得工作20個小時 為什麼呢 因為總有一些快遞它是不好送的 你把好送的送完就掙1萬 你把那些不好送的也送了 你就掙1萬5 那實際上你這成本是遞增的 再比如說一個銷售員 一個賣保險的或者是賣什麼東西的一個銷售員 他的潛在客戶比如說100個人 他每天只要工作8個小時 就可以把這80個客戶給拿到手裏 但是剩下的20個客戶是由緣不盡的 你還得額外的付出8個小時 你才能把那20個客戶給拿下 所以這叫什麼 這叫邊際成本遞增 所以這個現象在生活中很常見 我們也可以把它畫在一張圖上 這個是熊掌熊掌的個數 縱坐標是你付出的魚或者叫成本 如果你要是想要第一個熊掌的話 那這時候你只要花100條魚就行了 如果你想要第二個熊掌你要花200條魚 如果你想要第三個熊掌你得花300條魚 於是我們把他們之間的一個關系畫在這張圖上 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這就是所謂的邊際成本 所謂邊際成本就是你多一個熊掌 需要額外的付出多少成本 除了邊際成本之外 以前我們就說過一件事叫做邊際效用 什麼叫邊際效用呢 就是你額外的多了一個熊掌 你肯定滿意度提高了 對吧 但是你滿意度提高的程度是不一樣的 你拿到第一個熊掌的時候 你的滿意度提升的非常非常大 拿到第二個熊掌覺得熊掌也就那麼回事 拿到第三個熊掌你可能沒有什麼滿意度的提升 所以邊際效用是d-的 邊際效用是d-的 也就是說我們拿到第一個熊掌的時候 我們這一個熊掌給我的這個獲得的魚躍非常高 拿到第二個熊掌的時候給我獲得的魚躍就低了 拿到第三個熊掌的時候獲得的魚躍就更低了 所以這個叫邊際效用 邊際效用 我認為第一個熊掌值300條魚 第二個熊掌值200條魚 第三個熊掌值100條魚 這個效用是不一樣的 好 有了這一點的話我們就會發現 在最開始兩個熊掌之前左側的這一半誰高 是效用高 也就是說我獲得一個熊掌獲得的效用高 但是成本卻低 對不對 效用高成本低這叫什麼大 這叫收益大 收益大就說明這個熊掌我值得去獲取 那麼如果我們在兩個熊掌之後再去考慮這個問題 此時邊際成本變高了 打一個新的熊掌邊際成本高了 但是我的效用卻沒有成本那麼高 這個時候就是虧本了 這叫成本大 那成本大肯定不應該做 對吧 收益大肯定應該做 所以最優點是在哪 最優點就是在這個位置 當邊際成本等於邊際效用的時候 這個就是最優的 所以孟子應該怎麼選擇 如果孟子的效用和成本曲線是我這個樣子的話 他就應該是選兩個熊掌 是吧 兩個熊掌和300條魚 這就可以了 說到這大家就明白我在講什麼了 就是我們當考慮應不應該加班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要考慮到的是自己的收益和我們的成本 找到一個最優點才行 那麼如果我們忽略了這一點 僅僅是以收入最高為標準 就會陷入一個陷阱 稱之為自我剝削 說別人可以剝削我 那難道我自己也可以剝削我自己嗎 能 而且你自己剝削你自己 可能比別人剝削的還要厲害 是吧 自我剝削這個概念是前蘇聯的經濟學家 名字叫恰亞諾夫 這個恰亞諾夫他研究蘇聯的 蘇聯農民的一些這個經濟模式 結果得出一個結論 說蘇聯的農民很多是自我剝削的 說怎麼就自我剝削呢 你看農民有土地 那麼他通過這個土地上進行勞作 然後有一些產出 對吧 他會有一些收入 會有一些收入 同時他會佔有一些閒暇的時間 閒暇的時間 你的收入越高 你閒暇時間越少 因為你要把自己的時間投入到勞動當中去 對吧 反過來說你閒暇時間越多 你躺著 那你當然收入越少 所以二者之間其實還是存在一個什麼 存在一個這樣的一個生產可能性曲線的 你可以收入低一點 然後閒的時間多一些 你也可以收入高一些 然後閒的時間少一些 但是蘇聯農民會怎麼樣 他會選擇哪個點呢 他會選擇的是這個點 知道嗎 這個點 蘇聯農民會使得自己收入最大化 也就是說他會盡量的把自己全部的時間 都投入到土地上 以期收入最大 但是收入最大是不是就是你的效用最大呢 這個不是 你看我們右邊這張圖 如果我們把你的收入和你的閒時的這個成本 畫一個曲線的話 我們會發現 你的邊際成本曲線是這個樣子的 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 還是那句話 你一天工作8個小時 你的收入是1萬 你一天工作20個小時 你可能收入才1萬5 邊際成本越來越高 對吧 但是同時因為你太累了 所以這個收入對於你的效用其實就變低了 這叫邊際效用 剛才我們已經說了這件事了 在這種情況下 這個點才是最優的 但是蘇聯農民不是這麼幹的 蘇聯農民是做到這一點了 他把這個曲線取到這個位置了 他希望自己的收入最大化 於是這個面積就是你的成本超過了你的效用 就是自我剝削的部分 自我剝削 自我剝削 所以我們要是這麼做 那就跟蘇聯農民一樣了 是吧 就不合適了 僅僅是蘇聯農民才會自我剝削嗎 不是的 其實現在我們大城市裡面很多上班族不也是這樣嗎 為了獲得額外的收入 為了獲得自己職位上的提升 天天主動的加班 損害了自己的身體 沒有時間去健身和讀書 連戀愛都省了 那這種生活對於自己來講 其實依然是自我剝削過程 不是反對大家去加班 你要考慮到你加班會有什麼樣的機會成本 因為加班有機會成本 同時加班還有收益 所以就會分為兩種情況 如果你適當的加班 那你可能會提高收益 對不對 你就會讓自己的生活變得更加美好 那你如果要是過分的加班 那會出現什麼情況 那就會出現跟蘇聯農民一樣的自我剝削過程 你的收益其實並沒有提高 也許人會至於說你不讓我加班 是吧 你不讓我收入最大化 那我就感覺不爽 我怎麼才能讓自己的生活看起來更好一些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你要注重學習 學習什麼呢 可能是知識 可能是技術 可能是人脈 反正總而言之你要注重對自己技能的提升 你學習了之後 你技術提升了 會有什麼結果 比如說孟子吧 如果他每天不是全用來時間 去捕魚或者捕熊掌 而是用來做一些捕魚的工具 或者是用來研究一下捕熊掌的技術 那這樣一來 它的生產可能性曲線就可能會擴大 它有可能會變成這個樣子 對不對 那如果你技術提升了 你就不會為整天吃600條魚 還是吃三個熊掌發愁了 你可能吃6000條魚和30個熊掌都有可能 對不對 所以通過學習和技術提升 我們可以擴大我們的生產可能性曲線 才真正的能讓我們的生活變好 尤其是有一些學生 在學生時代你應該努力的學習 以提升你的生產可能性曲線 而不要著急去做一些兼職或者進行創業 這些過程在你以後的時候都是來得及的 所以聽完了這個視頻之後 大家是不是明白了 應該針對自己的個人情況去研究一下自己最佳的加班時間 大家如果喜歡我的視頻 可以在西瓜視頻和YouTube帳號李永樂老師裏關注我